霹雳警方连同武吉安曼警察总部展开跨州速毒行动 成功倒破隐藏在怡保住宅区的炼毒场 起货超过10公斤的海洛因和冰毒 这批毒品市值高达16万7千令吉 估计可供超过5万人服用 警方也分别在霹雳和森美兰逮捕了6名本地男子 去年中开始活跃的贩毒集团 在怡保美路区一个住家单位设立炼毒场 霹雳警方和武吉安曼警察总部星期天起 拉大队展开5次突击行动 成功逮捕三名嫌犯 起货大量毒品包括9.4公斤的海洛因 以及1.14公斤的冰毒 市值16万7千令吉 警方随后顺藤摸瓜 星期一再到森美兰逮捕另外三名嫌犯 22,800人練onz 6 housing 3人影し 3人影し 9人影响 阳性反应 警方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B条文 扣押险犯6天 直到这个月19号 另外警方也充公 大量炼毒用具和化学品 以及多辆豪车 总值181500令吉